股神巴菲特效应发威 台积电16日开盘狂飙11.5块钱 早盘股价最高一度冲上494元 收盘股价仍大涨7块钱 收在487元激励台股持续走稳 虽然开盘上涨91点 但盘中航运金融股熄火 指数高低震荡超过百点尾盘翻黑 下跌8点收在14537点 成交量超过2800亿 而外资归队趋势明显 以及连续4天回补台股 在过去三个交易日 其实我们看到外资已经买超了 连续买超了一共1212亿台币的股票 所以这个是造成我们台湾股市 最近能够狂飙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融卷是在增加的情况 当然有助于加码的稳定 甚至昨天的调光缺口没有回补的话 我认为这波台积电应该是会领先的 做个带头的攻击 那你说500块我觉得还算是便宜 外资也搭上双11写拼狂扫台股上千亿元 布局台积电联发科等16大标的 让台股气势如虹 11月截至14号涨幅高达9.46% 仅次于港股19.97% 也搭上函股日股 高举亚洲主要股市第二强 如果说联准会12月升息两码 那预期的升息动作缩小的话 那当然台北股市你说要站上万五 绝对不是问题的 你说一万五甚至到一万六都有这样的机会 不过快量国际策略长谷月韩预估台股上涨一段时间 还是会回档 预计明年才会看到底部 不过专家也建议短期可锁定 有落底迹象的面板IC产业 伺服器类骨获利增 社会中国迈向经济解封 餐饮消费手机晶片等三大族群 抢进后市商机 华语新闻将不为白云飞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